第五十一章深渊魔窟 唐明阳追杀天楼帮的人几条街 从街头杀至街尾 在杀去天楼帮的驻地 他见到被折磨的遍体鳞伤的李希潭后 杀气更胜 又将那些四散逃跑的普通帮众 也都屠杀解气 一时间 整个繁华热闹的彩云阵 吓得所有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生怕就被这杀神认错了人 人头就落地 寂静 死一样的寂静 所有势力的强者们 全都惶恐不安 楚国前三的天楼帮 就在这个夜晚里 连带着帮主袁天楼 全都死了 而且还死得很惨 特别是与华商会 或天楼帮驻地附近的几条街 血腥之气冲天而起 满街都是残枝碎骨 即便那些杀过人的武者 看到也毛骨悚然 这简直是人间血欲啊 这天楼帮到底招惹了什么魔鬼 不过更多平日被天楼帮欺压的小势力和普通武者们心里暗自叫好 杀得好 楚国十大帮派 平日里仗着人多势众 欺压弱小 巧取豪夺的事情做得不少 敢有反抗他们者 被其灭满门都有 报应来了吧 这天楼帮也有被人灭的一天 与华商会 唐明阳在为李希潭接骨续脉 重铸灵府 恢复其废去的修为 公子 多 多谢你为我报仇 想起天楼帮驻地失山血海般的惨象 李希潭尽管胆子大 也害得毛骨悚然 还好 这位杨公子不是他的敌人 还好 他能有幸结交这样的强者 你修养几天 修为就开始慢慢恢复了 李大哥 既然断魂渊 我也正打算去你发现炼丹炉的地方寻寻宝 是 公子 明日我自当带你去 你不用跟去 留在这里养伤 只需在地图上指出大概在什么方位 周围有什么地理特征即可 唐明阳拿出华家给的那张断魂渊地图 李希潭认真观看地图后 沉思一会儿指出大概位置 同时详细描述挖掘炼丹炉附近的地理环境 可是在双溪林的西谷荆棘深渊附近 旁边的林晶才听到一半 忽而打断李希潭的描述 呃 正是 当时那里的毒物有缩回荆棘深渊的迹象 我从裂缝上窥见半山泥土里 好像有东西 就下去挖掘了 姑娘 你怎么知道 李希潭有些吃惊地问道 林晶没有答话 李希潭还弄不清楚唐明阳和林晶到底是什么关系 见对方不回答 也不敢追问 唐明阳吩咐李希潭好好休息 将林晶带到无人处 开口询问道 难道你的天地凌辱 就是在双溪林的荆棘深渊附近采集的 不是在荆棘深渊附近 而是在荆棘深渊底下 那处地方 是千年前 我家族有位祖先偶然掉入深渊底下不死 发现里面宝地的 经过多年摸索 我的家族总结出一个规律 荆棘深渊的毒物 每隔十年的这个时候 都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裂缝喷出的毒物都会变淡 这时候 我们家族的人都会服下特制的解毒单 下到深渊底下的魔窟入口 采集魔窟门口 凌辱是一出的天地凌辱 林晶犹豫了一下 将家族的秘密说出来 反正他的家族如今 落败的只剩下他和他姐姐了 守着这个秘密也没有什么用 魔窟入口 那是什么 唐明阳有些好奇 我也不知道 长辈们将这个秘密传给我们时 都是这么说的 反正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 立面透出刺骨的寒意 时而还有呜呜的鬼叫声音响起 让人毛骨悚然 千年前 我家族昌盛时 据说曾有很多玄缘之境的先祖 进去探险过 但全都有进无出 死在里面了 故而慢慢就有祖训 林家之人 不得踏入魔窟半步 林晶回想起几天前 他站在魔窟入口采集天地凌辱时 那洞口呜呜低音的鬼叫声 如今还心有余悸 这么说来 魔窟门口的天地凌辱被你采光了 我若想得到天地凌辱 就必须进魔窟去收集了 唐明阳目光闪烁着 没错 魔窟门口的天地凌辱 每十年才凝聚出九滴 但魔窟里面 非但有更多的凌辱时 而且几千年来 我们家族之人 从未在里面采集过 只要你有本事 想要多少都有 林晶也不玩什么文字游戏 直接坦白说道 原来如此 明天一早 你和我去一趟吧 明天 这几天可是月圆时候 断魂渊入口的 独障雾气都比平时浓郁好几倍 而从其他入口绕到进去 最近都要好几天 小小独障雾气 安能拦我 我自会练出解读单 那至少要二瓶以上的解读单 况且每个地方的独障雾气 蕴含含的毒素也不同 服用二瓶解读单还不保险呢 喂 我和你说话呢 你你 林晶见唐明阳不再理他 气得直跺脚 这混蛋 也太自大了 哼哼 本姑娘还想好心劝你几句 魔窟有去无回 现在看来 就让你这混蛋进去送死吧 唐明阳吩咐华云海 给他准备大量的普通药材 食物和水 这也是以防万一 他被困在魔窟里 也能坚持的就一些 悬缘境强者 都有去无回的魔窟 还不时传出乌乌鬼叫 唐明阳眉头微皱 若有所思 他对于这个魔窟 已经有好几种猜测了 但还需亲自去看看 才能下结论 夜凉如水 唐明阳独自一人 走出彩云镇 来到断魂渊入口处 他要查探一下 断魂渊入口毒物瘴气的毒性 为明天进去配置出解毒单 他将生死轮转绝的真气 运转自双眼 他的眼睛在夜里发 如同野兽般的清光 微弱星光下 他具备简单的夜视能力 断魂渊 名副其实的深渊 只不过这处深渊 横跨将近天舞大陆的五分之四面积 自几万年前的那次灭世天灾 大地自此崩塌 下陷了近千丈 唐明阳也好奇过 几万年前的灭世天灾 到底是什么 他可不信好好的大陆 就下陷如此大的一块 他猜错或许是人为原因 他在乾坤大世界 曾见过两位超越玄园六境的老不死出手 那可谓是天崩地裂 山河破碎 微微泄露出的能量 都能在大地轰一个深坑 可即便是他们这种存在 别说将延绵几千里的大地 整体的下陷千丈了 就算是彩云镇这样的地方 用暴力轰个几十丈的深坑做得到 可让其整体下陷千丈 根本不可能办得到啊 这段魂渊 并隐藏着大秘密 唐明阳目光在黑夜里闪烁着质疑的光泽 却看不透面前这片毒雾瘴气 况且 这毒雾瘴气也非常古怪 它以不下陷的大地边缘为界限 这毒雾瘴气似乎到了这里 就被一堵无形的墙给拦住 半点都没有溢出不下陷的地方 想不明白 唐明阳不再废脑子去想 它沿着悬崖边 伸手进入毒雾瘴气里 细细体会毒雾瘴气里的毒素变化 毒乃是天地因五行中 煞型元素和其他属性元素结合 演变而来的 从穴道的作用来看 穴道可以分为生穴和死穴 而煞行元素只会隐藏在死穴里 毒煞之气进入人体 刺激死穴 释放出大量的人体煞行之气 也就是单道上所讲的死气 人体生命力就会衰竭 人体的衰竭反应 就是普通人所称的中毒反应了 故而唐明阳只需根据阴阳五行 相生相克的药理 刺激人体生穴 用体内的生之气中和死之气 这就是解毒丹的最基本原理 这点毒还伤不了我 唐明阳用手去试了一下 入口处的独障物气的毒性 稍微运转生死轮转诀 就可以化解了 这也是这门生死轮转诀的玄妙之所在 因为它功法涉及到36处生穴 72处死穴 本身功法的生死真气 就具备解毒功能 修炼到深处 除了天底下少有的利害之毒外 几乎能做到百毒不侵 不过我也就一丁点生死真气 也解不了多少毒 别看唐明阳如今的境界 一下子从后天一重状体静 提升到后天三重通脉静 实则它三静同修 体内并没有多少真气 还是老老实实炼制解毒单吧 唐明阳回到彩云镇的羽华商会 花了一个多时辰 跟着毒物瘴器里的毒煞属性成分 配置出七八种解毒单 然后他用储物戒指里拿出八颗天地灵石 在房间里布置一个小型的西灵阵 开始修炼龙穴战绝 后天三静 状体 内吸 通脉 讲求的是人体从无到有 产生内吸真气 打通体内奇经八脉的过程 先天三静 灵斧 化缘 浮重 讲求的是人体真气的三种形态变化的过程 灵斧静 主要是利用真气在丹田里开辟出灵斧气旋 灵斧气旋一成 真气则可以沿着打通的奇经八脉 自主地运行周天 做到生生不息 故而又将这形态的真气称作为先天真气 化缘径 指的是灵斧气旋积累的真气到达一定程度 会达到饱和 这时候就要利用灵斧气旋 将丹田的真气压缩凝炼 将气态真气炼化成为密度更大的液态真气 浮重镜 同理则是丹田的液态真气达到饱和 需进一步压缩凝炼 在液态真气里 通过功法刻画气旋浮重 将其凝炼成为密度更大的固态真气 可以说 先天三重镜则是人体先天真气从气态 液态到固态的转变 目的是让丹田承载更多的真气 然而这仅仅是真气的形态转变 本质还未变 还是人体炼经化气所产生的内息 如今 唐明阳已经将全身的奇经八脉打通 只需在丹田开辟灵斧气旋 即可进入到先天一重灵斧境 然而就算他进入到先天一重灵斧境 也不能给他实力带来多少的提升 因为他只是境界的提升 从本质上来讲 他的真气总量并没有增多 只是改变真气的储存形态而已 相反 他如今利用灵石里的天地灵气脆体 身体每脱胎换骨一丝 肉身力量就增长一丝 这也正是唐明阳如今只侧种修炼龙血战绝 而将生死轮转绝暂且放置一边的原因 因为明日就要进入那个存在未知风险的深渊魔窟 他急需力量地提升 第52章玄园六境 舞者在上古远古又称之炼气室 那时候的炼气室对于境界 根本没有筋骨修饰这般细分 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所谓的炼精化气 实则就包含了后天三重和先天三重 讲的是内息真气的六种形态变化 至于炼气化神 所道出的是玄园六境的本质 讲的是人体魂魄的六重变化 故而 金骨修饰将炼气化神细分为六个境界 聚魂镜 出窍镜 神游镜 玉物镜 显魂镜 阴体镜 先天三重浮重镜大圆满舞者 再往前一步就是聚魂 将全身精血和内息真气 转化成为魂之力 在石海里凝聚出三魂七魄 人的三魂七魄 自母体孕育 就已经同肉身骨穴紧密结合在一起 故而聚魂 实则就是将三魂七魄 从肉体骨穴里一丝丝剥离出来 这个过程非但痛苦 而且对心性要求极高 稍有心圆一马 立刻聚魂失败 并且在三魂七魄脱离肉体的过程中 肉体会从血肉到筋骨进行伐毛洗水 需要庞大的天地灵气滋补和淬炼亏损的肉身 脱胎换骨 这种脱胎换骨的程度 有点和唐明阳服用龙血丹 修炼龙血战爵石有点相像 如果没有足够天地灵气的补充 那么就算成功聚魂 那么肉身也会随着三魂七魄的剥离 和耗空人体精血和内息真气 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所以 顾明思义 聚魂镜 就是舞者成功在石海里凝聚三魂七魄 这个时候 丹田的浮重真气 同天地灵气融合 就会转变成为玄源真气 从先天真气到玄源真气的转变 这才是人体内息真气的质变 所以玄源静强者实则已经不能称作舞者了 而是应该称作舞修 修既是修身又有修命之意 故而玄源之境的舞修 如无意外 受缘都能达到百年以上 而且还能保持壮年巅峰的旺盛生命力 有些身安修身养命的玄源六景巅峰老不死 甚至能活近千岁 再说唐明阳 他如今肉身伐毛洗髓的程度 和刚刚达到玄源伊虫巨魂镜的舞修是差不多的 但因为他没有足够天地灵气来淬炼肉身 故而他肉身脱胎换骨程度 仍不及真正的玄源伊虫巨魂镜的舞修强大 再者 他的龙血战爵虽然是天级绝品功法 龙血真气的品质比之寻常功法的高质 但和玄源真气比起来 差距仍然不小 因为龙血真气再怎么高质 都属于炼精化气程度的低级内息 而玄源真气则属于炼气化神程度的高级内息 最后 唐明阳的龙血真气只能在肉体运行 而玄源真气不仅能沟通天地灵气 还能外放肉体 或可隔空伤敌 或可成刚召体 或可施展术法 有着种种神通妙用 就算寻常皇级武技 在玄源真气的加持下 威力也比用先天真气施展的天级武技强大 但唐明阳对战玄源伊虫的舞修 也不是没有优势 首先 他有着前世玄源六井巅峰的战斗意识和搏杀经验 能够帮助他窥破对手的武技破绽 料底先机 其次 龙血战爵功法附带的荔枝神通 使得他肉身在龙之气劲的加持下 拳脚随意轰打 即可有万斤距离 这能使得他弥补了龙血真气和玄源真气 在质量上的差距 最后他生死轮转剑决 步法 身法 拳法 前世都已经修炼到极致 出神入化 我不信天舞大陆这等舞道和单道都落寞的地方 寻常的玄源武修都能修炼天级武技 并且也练到极致 遇到玄源伊虫巨魂境的武修 我就算不敌 自保有余 黎明破晓 唐明阳停止修炼 将布置西陵镇的八颗天地灵石收好 一夜的时间 在西陵镇的辅助下 八颗夏品天地灵气 他也仅仅是吸收了二分之一 如果他能将储物戒指的一百颗夏品天地灵气全都吸收完 那么肉身的脱胎换骨程度能勉强达到龙血战绝的第四层功法 先天一重灵斧镜的水准 这也是他急需天地灵乳的原因了 因为他只需几滴天地灵乳 修炼几个时辰 不仅抵得过一两个月吸收灵石萃体的苦工 而且效果还更好 他吩咐丫鬟烧两桶热水 将昨晚准备好的药材 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里面熬 等水煮沸时 整个卧室全都是要气的清香 江林姑娘叫到我房间来 唐明阳吩咐道 是 公子 两个丫鬟退出了房间 不一会儿 穿戴整齐的林晶走了进来 他穿回了昨天的那身黑色瑕士服 有些宽松 却将他完美的郊躯 裹得更加的诱人 他的脸上也蒙上黑色面纱 只露出那双点漆乌眸 顾盼之间 故意对唐明阳露出极许冷漠 你熬的是药吗 闻起来很舒服呀 刚走进房间 被水蒸汽笼罩 林晶只觉得浑身毛孔 仿佛都张开嘴巴呼吸一样 没错 是解毒药 左边那桶是你的 脱衣服 进去泡半个时辰 这样浑身毛孔 都会吸入足够的药气 同时还能封闭毛孔 这样就能最大程度 防止毒物胀气 从毛孔侵入身体 唐明阳说着 已经开始脱衣服 穿着裤衩 跳进右边的枣筒里 开始泡药枣了 你 你这是什么药 我都没弄清楚 我凭什么相信你 还有 你要我当你招的面 脱衣服泡枣 休想 林晶见唐明阳 竟然当着他的面 脱衣服 赶紧别过身去 不敢看 同时又羞又怒地抗议 转身就欲走 信不信随你 要我已经帮你熬了 泡不泡也随你 禁断魂冤石 你若是中毒什么的 我可不会再救你 再者 救你还要在我面前 装什么装 该看的 我昨天帮你疗伤时 都已经看光了 混蛋 你你 你敢在外面胡说八道 回我清欲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不信 你 你找死 林晶羞怒地 翘脸通红 转过身来 要找唐明阳拼命 可当他看到唐明阳 那双平静淡然的眼眸时 又想起昨天此子 将整个彩云阵 都杀成尸山血海的凶样 顿时又不敢出手了 不脱衣服也行 进去泡吧 唐明阳说道 哼 林晶想了想 这混蛋虽然人渣 但炼丹术似乎还有些本事 他现将屋里的屏风搬过来 隔在两个药桶中央 这才穿着衣服 走入药桶里泡澡 温暖的药水浸泡身体 他只觉得无数股暖流 从张开的毛孔涌进全身 说不出的舒服 几乎忍不住呻吟起来 半个时辰后 唐明阳起身将一瓶配好的药膏 递给林晶 又吩咐道 涂抹全身 药膏会形成薄膜 隔在毛孔和毒物障期间 我在楼下等你 唐明阳在楼下等了一刻钟左右 才见林晶慢悠悠地走下来 这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 明媚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 就算蒙着脸 此女身上也有股柔美之态 两人运转身法 飞奔及迟 半刻钟左右就赶到断魂渊入口 所谓的入口 就是一段陡坡 乃是几万年来 尽断魂渊寻宝的人 填踏而出的 林晶心里并没有底 结果唐明阳递过来的解毒丹服用下去 见唐明阳大摇大摆地走进毒物障期里 他这壮着胆子跟进去 走进去后 只觉得皮肤和毒物障期接触 冰冰凉凉的 似乎唐明阳给他泡的澡和涂的药膏 真的能隔绝毒物障期 至于从鼻腔呼吸进入身体的毒物障期 被体内解毒丹散发的药气中和 似乎也没有那么难受 没想到你这人还真有点本事 断魂渊的毒物障期很浓 十米外已经看不清东西 林晶不由地快走进步 跟紧唐明阳的脚步 找个话题想要和唐明阳说说话 以打发无聊地赶路时间 可惜 唐明阳似乎在毒物障期里感受到什么 眉头紧锁 似乎思索着什么 并没有任何谈话的性质 断魂渊只是大地下陷千丈 深渊底部 阳光照射不进来 中年潮湿昏暗 这里的地貌 山川河流 平原湖泊 全都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 受到毒物障期的影响 这些植被大都带着毒素 故而外表看起来都非常的妖艳 唐明阳手持悬滑法剑 随时斩死一只 从原始丛林的枝叶上 想要跳上它身上的蜘蛛 这只蜘蛛有手掌大小 背上色彩斑斓 两片的脚都长有尖锐的道刺 看起来不仅凝饿非常 还带有剧毒 像蜘蛛 蝎子 毒蛇 毒虫 毒蚁 毒蚊等 在断魂渊里 简直随处可见 有些凶狠的 听到些风吹草动 就飞窜过来主动攻击 几万年来 寻宝的人士 早就在断魂渊里 走出一条条安全的路径 可即便是安全的路径 也是危险重重 时常又毒虫飞过来 对你进行攻击 再加上断魂渊 植被茂盛 几天不走的路 立刻就被疯狂生长的植物 所覆盖 唐明阳对着地图 边看边走 手中的玄滑法剑挥舞着 无论是毒虫 还是挡路的林木 都被它豆腐般清理 以处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来 一个时辰后 唐明阳走出入口处 二十多里的原始丛林地带 即将进入地图标注的 独狼谷 它望着独狼谷四周 西伯的独物瘴气 明媚阳光能直射进来 照在它惊疑不定的面容上 眉头皱得更厉害 它站在独狼谷的某座山顶 回身眺望着刚刚走过的丛林地带 朝阳下 浓郁的独物瘴气 仿佛团七彩的云彩 可偏偏又像受到某种法则的牵引 只在那片丛林地带覆盖 而对独狼谷地带 秋毫不犯 再者 最让唐明阳不解的是 丛林地带和独狼谷 所笼罩的是两种不同的独物瘴气 由此 它心里的重重疑问 隐约间已经有个可怕的答案了 这个答案还需要多走几处地方来证明 可若是这个答案是真的 那么断魂冤理 独物瘴气笼罩之下 绝对隐藏着今天的大秘密 第五十三章天然阵势 一声狼笑忽而响起 紧接着独狼谷四周的山地 狼声拾起彼伏 林京脸色一变 急声说道 我们快些走 独狼谷里的狼群 可有野牛那么大 猛虎那么凶 又狡猾无比 成群活动 被他们围住 必死无疑 在断魂冤 最大的危险 除了无处不在的独物瘴气外 就是生长在这里的独虫猛兽了 个头和凶性 都是天舞大陆其他地方的脊背 不好 他们发现我们了 快退回入口的丛林地带 林京急声吼道 山地隐约威震 仿佛万马奔腾 践踏大地般 唐明阳看了眼 一只只个头将近一米五 六的独狼 比马还快的速度 从四周遮天的荆棘林木间 飞窜而出 他们的皮毛都是暗红色 凶狠又凝饿 唐明阳当然没有将这些独狼看着眼里 不过他还是跟着林京 退入到毒物瘴气浓郁的丛林地带 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这群凶狠而来的毒狼 在毒狼谷的边缘地带 杀住了脚步 凶狠地朝着唐明阳 和林京逃窜的方向狂笑 唐明阳想到了什么 也停下脚步 反而转身往毒狼群方向走 喂 你干什么 林京不解地问道 跟上几步 去验证我的猜想 唐明阳同样走到丛林地带 和毒狼谷交界的边缘地带 十多米外 就是三十多只朝他呲牙咧嘴的毒狼了 可偏偏近在咫尺 这些毒狼就是没有冲过来 对唐明阳进行攻击 唐明阳看了眼 交界的带的植被 又抓了把附近的泥土 分析对比他们蕴含的阴阳五行属性 最后他更是发狠 冲进狼群里 斩杀几头恶狼 然后分析毒狼皮毛血肉里 蕴含的阴阳五行属性 你想知道 为什么毒狼只追到这里 就停下脚步了吗 唐明阳忽然问道 为什么 林京也是好奇 因为丛林地帝的毒物瘴气 你说他们畏惧里面的毒 不可能吧 他们生长在这里 早就适应这里的毒素了 平日里也有毒狼在丛林地带里活动的 平日里 毒物瘴气稀薄 他们进来吸收一些 当然没事 但月圆前后 丛林地带的毒物瘴气浓郁如此多倍 野兽本能对危险的觉察 使得他们不敢迈进 你再看这里的植被 是不是同毒狼谷和丛林地带的植被 都有些不同 唐明阳又问道 咦 都是被刺杏树 毒狼谷的被刺杏树 叶子上的被刺偏短 而丛林地带的被刺杏树 叶子有红斑 而它们中间的被刺杏树 叶子发青且被刺更长 林京对比三者不同后 牟子里好奇之色更浓 因为这三者都是同一种树 而且相距不足百米 当然了 他从唐明阳的神情看得出 这个家伙定然发现了什么 否则不会主动跟他说话 因为丛林地带的毒雾瘴气 属于丙煞之气 毒狼谷的毒雾瘴气 属于雾煞之气 而这十来米的地段 则属于丙煞和雾煞交融的地带 什么丙煞 雾煞的 那是什么 林京对这些陌生词语表示听不懂 你只需知道 丛林地带和毒狼谷的毒雾瘴气 隐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毒素 而且它们的毒雾瘴气 各行其道 就算有风 也不会被吹越界 去侵犯对方的领土 这时候 正好起风了 唐明阳将生死真气运转双眼 这能使得他的视力更加锐利 他看到天空中 那些毒雾瘴气 像是有生命般 又像是受到某种磁场的吸引 就算丛林地带的毒雾瘴气被风吹到毒狼谷处 也会奋力地往丛林地带飞回去 哦 就算是这样 那又如何 林京不解地问道 那就证明 断魂渊里的毒雾瘴气 不是天然形成的 而是受到某种阵势的操控 也就是说 整个断魂渊的形成 很有可能根本不是什么蔑视天灾 而是人为而成 唐明阳眸自金光闪烁 一字一顿地说道 人 人为形成 就凭你根据两个地方的毒雾瘴气不同 就得出这个结论 我看 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 林京根本不信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让整个天舞大陆 延绵几千里的大地 一夜之间下险千丈 喂喂 你往哪里走 那里根本不是去双西林的方向啊 跟着我走就行了 唐明阳沿着丛林地带和毒狼谷 两处毒雾瘴气的边界地底走 果然 其他地方的毒雾瘴气 也像丛林地带和毒狼谷一样 井水不犯河水 每一处地带 都是一种毒雾瘴气的领土 我有七成把握断定 整个断魂渊 就是一个涵盖几千万里的毒雾大阵 天啊 到底什么样的存在 能有如此惊天动地的神通本领 布置如此的天地大阵 到底又是何等的存在 一夜之间屠杀一亿万万生灵 让整个大地都下陷千丈 到底锁图为何 猜测出真相后 唐明阳亥然了 这让他想到了黄泉名誉 因为黄泉名誉就有一个以天为根 以地为基的黄泉大阵 断魂渊这个大阵 虽然比不上黄泉名誉的那个黄泉大阵 但亦有一曲同工之处 传说黄泉名帝不仅超越玄泉六境 更是超越玄泉六境其上的境界 火了无数万年才陨落 难道几万年前 天舞大陆上也曾出现过类似于黄泉名帝那样的大能 唐明阳甩了甩震撼住的脑袋 他前世虽然是纵横乾坤大世界的生死单尊 可若和传说中黄泉名帝那种级别比起来 他实则和蝼蚁无异 管他断魂渊到底何人所为 所图又到底为何呢 那种存在所谋之事 不是我能够插手了 我只需找到足够的天地凌辱 然后将修为恢复 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 作为生死单尊 唐明阳很少有畏惧的东西 但制造出断魂渊的那位大能通天彻地的手段 确实让唐明阳怕了 虽然已经过去几万年 但那样的存在 谁知如今还活不活着 还是少管闲事为妙 喂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临京见唐明阳 又开始往回走 不解地问道 去双溪林 那你走来这里干什么 走错路了 还不行吗 你 走错路了 临京听到这话 气得想杀人了 他在后面一直提醒双溪林 不是往这个方向走 你这混蛋就闷头往前走 这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后 你才发现走错路 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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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溪林 因为一南一北两条户部相交的溪流环绕而命名 下午时分 唐明阳和林京 终于来到双溪林 跟我来 林京带着唐明阳翻过两座千米多高的山峰 山后是荆棘密布的峡谷 毒物脏气渐渐浓郁 两人在荆棘里穿行半壳中左右 在农屋几乎只能看得到五米内的地方 就发现一处隐藏的非常好的地底裂缝 唐明阳往地底裂缝看去 毒物脏气浓郁的像一滩死水 将整个地底裂缝都填满 你跟这里往下刀地底 在附近细细搜寻 就会发现一个三米多高的洞穴 洞口石壁不生长任何植物 并且有九根婴儿手臂粗的灵乳石倒垂而下 那就是魔窟入口了 你跟我下去 不行 下去必须要四瓶解毒丹 否则地缝的毒物脏气 吸入必死 我已经带你到这里了 你还想怎么样 临京摇头 边说着边往后退 他是花了大代价从丹王谷里 弄到一颗四瓶解毒丹 这才安全下去的 现在 他身上已经没有解毒丹 下去就是送死 四瓶解毒丹 我给你服下的丹药 绝不比四瓶解毒丹差 啊 混蛋 恶魔 不守信用的骗子 放开我 临京没逃多远 就被唐茗阳的擒住 他挣扎不开 修为又被唐茗阳给封住 只能对唐茗阳这混蛋又抓又咬 好了 安静点 你再咬我 我可以脱你衣服了 唐茗阳恶狠狠的威胁 这个小妞也太放肆了 若非他还不确定地底裂缝的魔窟里 是否有天地凌辱 早就收拾这小妞了 地底裂缝的山壁虽然陡峭 但生长着许多荆棘和藤蔓 唐茗阳抱着不足百斤重的临京 借力而下 倒也是轻松 一 临京以为必死无疑 可鼻子呼吸了几口地底裂缝的独障雾气 发现体内服下的解毒丹 完全可以解毒 不由地诧异和震惊起来 你你 你给我服用的 真是四品解毒丹 那以你为我没有把握 会下来送死 唐茗阳美好气地说道 啊 临京一时无语 但内心却很震惊 四品解毒丹 在丹王府里 可是卖到十颗下品零食 这混蛋 随随便便就给他服用 还真不是一般的富有啊 难道 他出自凌驾于黄泉的大势力 喂 你 你到底什么身份 啊 你你 你敢占我便宜 捏我屁股 临京话才刚刚问完 只觉得屁股忽而易紧 被唐茗阳环抱着他的大手 狠狠地用力抓了 一把 又酥又麻 是一种他从未体会过的感觉 这让他几乎惊跳起来 羞怒质问 你最好乖乖闭上嘴巴 这弟弟裂锋 我隐约觉得藏着大凶险 你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 下次我就不是捏你屁股 而是脱你衣服 打你屁股 你 闭嘴 唐茗阳脸色前所未有的严肃 这是他转世投胎觉醒记忆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真正意义的危险 第五十四章 魔窟凶险 弟弟裂缝出乎唐茗阳意料的身 他估算了一下 大约下去了三千多丈 仍不到底 这里光线无法到达 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他只好从储物戒指里 拿出一颗照明石让左手抱着的林晶拿着 哼 林晶极不情愿可还是乖乖照办 因为他早已经领教过这个混蛋的无耻和下流 他若敢反抗不听话 下次这混蛋可不是捏他胸部 而是将手伸进他衣服里捏了 他恨不得杀了这个混蛋 可偏偏又打不过 忽然间唐茗阳在绝壁上 一个凌空藤月横移跳到左侧五米外 啊 你干什么 林晶措手不及 忍不住惊呼 他见唐茗阳目光往刚刚跳跃的地方看去 荆棘密布处 一个拳头大小的舌头露了出来 蛇鳞的颜色 几乎和荆棘藤蔓的叶子一模一样 他不由得骇然 此蛇脑袋三角如箭头 一看就是剧毒 若是被咬到 后果不堪详 安静点 声音会惊动这些毒物 这深渊里 这种东西可还有不少 唐茗阳疼不出手 也就放过这条毒蛇 继续往下攀爬 在下沉四百多帐后 他终于到了底部 放开我 还有 解开我修为 我自己能走 踏入地面 林晶立刻挣扎抗议起来 他可是一秒钟都不想待在这混蛋的怀里 被这混蛋占便宜 带路吧 唐茗阳在从储物戒指里 拿出一颗照明石 握在左手 右手的剑随手挥去 几只潜伏在附近荆棘丛的毒虫被他斩杀 跟我来 林晶在照明石的帮助下 辨认一下路 很快就找到他前天下来时的痕迹 快步上前 唐茗阳紧跟起后 很快他就发现周围的植被渐渐变少 直至没有 而林晶所驻足的前方岩壁 正如他先前所描述这般 这是一个三米多高的洞穴 洞口石壁不生长任何植物 并且有九根婴儿手臂粗的灵乳石倒垂而下 黑乎乎的 仿佛能吞噬所有一切的洞口 就是他所说的魔窟入口了 就是这里了 林晶说道 果然是灵乳石 唐茗阳走到魔窟洞口前 他敏锐的灵觉 已经感受到灵乳石上曾经附着的强大天地灵气的气息了 他忽然爬上洞壁 伸出嘴巴 附在灵乳石的尖端 吸了起来 你你 林晶惊呆了 啊 叔父啊 就这一丝丝残留的灵乳残液 比我昨晚修炼吸收的天地灵气还要多 唐茗阳像是饥渴了三天三夜的恶汉 忽然饱餐一顿 忍不住的呻吟而出 同时运转龙穴战绝 将在体内荡开的天地灵气引导近四肢百骸 给肉身脆体所用 呜呜 忽然之间 黑暗的魔窟 忽然传出隐隐约约的鬼窟声 简直让人听之就毛骨悚然 吓得林晶本能地退后几步 唐茗阳静静地在魔窟边听了惠儿 这呜呜的鬼窟声 不像是风吹洞穴的声响 他眉头微皱 不管有没有鬼 这里既然有天地凌辱 他都要进去一探究竟 走吧 我 我不进去 我和你说过了 我祖上有祖训 任何林家子弟都不能踏入的 况且就算是玄元静的强者进去 也出不来 我承认你很厉害 但你还不是玄元静强者吧 玄元静强者进去之所以出不来 那是因为魔窟的空气 天然蕴含着一种克制玄元真气的毒素 这种毒素对没有经过天地灵气洗礼的纯内吸真气 反而无效 所以我们进去 反而安全 唐茗阳只是将手伸入魔窟入口 感受一下魔窟空气中蕴含的阴阳五行属性 立刻分析出魔窟的毒素成分 他心里也非常震惊 魔窟能形成这种只针对玄元静强者的毒素 当真非常罕见和古怪 当当真 我骗你干什么 若是有危险 我会傻傻地进去送死 况且我还惦记着你的九滴天地凌辱 也不会让你送死的 走吧 唐茗阳说完 抓起极度不情愿的临京 踏入魔窟洞穴里 黑暗 将他们两人彻底吞噬 与此同时 双溪林 有两位男子 站在地底裂缝前 其中一人 手持着一卷厚厚的地图 展开笔划家 给唐茗阳的那张更大 上面标注的信息 除了记载详细的山川河流名称外 更有划分国家区域 标注城市域名 若是唐茗阳再次 定然诧异 因为此两人手中的地图 标注的地貌 都是几万年前 断魂渊形成之前 这片大陆的国家地理分布 师兄 从我们近十年收集的点击记载分析 上古紫灵门的宗门遗址 应该在这附近 紫灵门乃是上古灭世天灾前 天舞大陆十大宗门里最为神秘的 他宗门的紫煞灵觉 修炼到玄源之境时 需要吸收地底煞气来凝炼神魂 故而我猜测 他的宗门遗址 大都应该建在地底 走吧 这里刚好有条地底裂缝 我们沿着崖壁寻找 看看有无入口洞穴 或者是其宗门器物 左边一位微瘦的男子 将地图收好 就在这时候 有两只拇指大小的毒纹 悄悄地从身后飞来 眼看就要朝着这男子 暴露在外的后脖子 狠咬一口时 忽然男子白皙的脖子 毛孔里忽然喷出一股 玄清色的真气 形成一圈淡淡的护体刚照 毒纹撞到护体刚照 嗅到危险 惊吓欲逃 然而护体刚照悬光闪烁 竟然化作两道剑气 飞射而出 瞬间将两只毒纹斩杀落地 至始至终 这个男子都在收卷地图 没有一丝反应 刚照护体 内吸离体 这是玄园真气才有的神通 这两个男子 都是玄园知境的强者 唐明阳踏出魔窟洞口那一刻 心里不安的危险之感 越发的浓烈 这种感觉 他当然清楚 那是危险渐渐朝他靠近了 但 魔窟洞里逐渐传来的浓郁天地灵气 是支撑他不断前行和冒险的源泉 他受够这个半丝天地灵气都没有的天舞大怒了 他必须获得足够的天地凌辱 前 前面 好像有光 林晶早就固步的心里对唐明阳有多气多恨了 他害怕得早就将唐明阳的一只胳膊死死地搂住 接着手中照明时的微弱光芒 也不知道在漆黑的魔窟洞穴里走了多久 他忽然指着前方闪烁着微弱光亮的地位说道 是有光亮 唐明阳也很好奇 他不由地将手中的玄滑法剑握紧一些 他感受得到天地灵气往有光的方向越来越浓郁 魔窟入口走入越深越是宽敞 借着照明时微弱的光线 他看得清楚四周都是坚硬的玄晶玉石洞壁 有些地方明显看得出有古老的人工开杂的痕迹 玄晶玉石就是天地灵气的一种 指的是那种吸收了天地灵气后的废弃灵石 这个魔窟很古老之石定然是一条灵矿脉 唐明阳得出这个结论 也明白了这里为什么会形成天地灵乳了 一丝光亮慢慢放大 哇 好 好美 临京美眸瞳孔放大 震撼地看着眼前这片水晶宫殿般的世界 乳食如犬牙交错散发出七彩的光芒 唐明阳瞳孔紧收 他将手中的照明时收好 再拿出一柄法剑 他知道越是美丽的地方就越是危险 这是一处三四亩大小的山腹 玄晶玉石本身不发光 可这处山腹的玄晶石壁 似乎沾染某种类似于照明时的发光物质 唐明阳用鼻子嗅了嗅 这种发光物质有剧毒 正是这种剧毒 能无声无息的腐蚀玄圆之镜 强者的玄圆真气 啊 这并非天地凌乳 临京已经拿出玉瓶 准备装乳石滴落的水滴了 很快他就发现 这滴落的只是蕴含着极强的天地灵气的水滴 但尽管这样 这些水滴也很值钱 这些水滴含有剧毒 唐明阳说道 啊 吓得正在收集水滴的临京赶紧缩手 这种毒只对腐蚀玄圆静强者的玄圆真气有效果 而且无色无味 你收集起来当毒药用 效果很好 那更值钱 临京一听 大喜 能对玄圆之镜起效果的毒药 在丹王谷可都卖到石灵石以上 无色无味起效果的毒药更值钱 冒险进来 值了 发财了 唐明阳也拿出玉瓶出来 开始收集这些蕴含剧毒的水滴 他是对水里蕴含的毒性感兴趣 他只是收集了几瓶 也就停下来了 你最好跟进我一些 干什么 你自己进去好了 我在这里等你 临京可不想挪不止 在他看来 乳石滴落下来的不是水滴 而是零石 你看这里 唐明阳指了指脚下的这具不认真看 几乎以为是泥土的骨骸 这 这可能是我的先祖 临京悍然过后 眸子里闪过一丝悲伤 弯下腰 尖骨骸处找出一个储物戒指 意念扫进去查看里面的物体 翻出一个黑乌乌的身份令牌 悲伤之色更浓 他用一件干净的衣服 撕开尘布 轻轻地包上 他也不敢再停留 跟上唐明阳前进的步伐 越往里走 天地灵气越浓 即便灵觉不是很敏锐的临京 也感受得到 快看 那是不是天地凌辱 天啊 有一小匙 足足二三百滴都有 临京顺着停下脚步的唐明阳目光看去 忽而激动地捂紧小嘴 那是一处不像先前那样会发光的乳食 和魔窟门口的乳食形态差不多 但足有成人大腿那么粗 它的尖端 一滴乳白色闪烁着灵泽光运的液滴 慢慢孕育 而在它的下方 则是一个脸盆大小的水池 里面汇聚着不知从这个乳食 滴落多少千年才形成的灵乳 剑者有份 临京拿出一个玉瓶 激动地想要去装 却被神情严峻 如临大敌的唐明阳拽住胳膊 第五十五章逃命 干什么 你想要独吞 临京被唐明阳拽住胳膊 不让收集天地凌辱 很是大怒 紧接着警惕起来 宝物动人心 这混蛋该不会有杀人灭口的心思吧 想到唐明阳的杀人不眨眼 临京也怕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处乳食上 灵光如水纹般闪动 紧接着一只舌头 几乎以完美和乳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 慢慢抬起来 像七八米外的唐明阳和临京吐着蛇杏子 呜呜 他吐蛇杏子的声音 就如同鬼哭一样 沙哑丝利 让人毛骨悚然 鬼哭支声入耳 唐明阳只觉得脑袋一沉 传来一阵昏炫 他赶紧运转生死轮转绝 用生死真气刺激人体几处穴道 很快就摆脱了这种晕眩感 好厉害的迷魂音术 清醒后的唐明阳 赶紧将仿佛行尸走肉般往前走的临京拉住 用真气刺激他后脑勺的几处穴位 林京猛然清醒过来 知道是唐明阳救了他 心里惊恐 赶紧躲在唐明阳身后 同时运转功法 骇然地看着纵使乳上降下半截蛇身的人面蛇 没错 这条手臂粗的蛇头 竟然长着一张恐怖丑陋的婴儿人脸 但是样子就让他觉得悚然了 慢慢退后 唐明阳握紧双剑 龙穴战爵运转到极致 全身360个单穴 里面的龙之气劲 如同狂暴的怒龙 汹涌而出 力量感充斥他的身体 他觉得 他此刻的力量 即便玄缘一重具魂镜的强者 他也敢一战 可面对这条丑陋的人面蛇 他却如临大敌露出惬意 你 你不能斩杀他 这是条妖蛇 妖 妖蛇 听到妖之一字 林精又是大害 野兽诞生灵智 并懂得修炼者 称之为妖 这条妖蛇 常年以天地凌辱为实 身上气息 已经不必普通的 玄缘一重具魂镜 强者若多少 但这还不是唐明阳 所恐惧的地方 他敏捷的灵觉 还感受得到附近 至少有七八条 这样的妖蛇气息 一条他能对付 七八条 他只能等死 这 这还有一条 林精美眸一颤 指着左侧的一处 惠动的乳石 一生蛇眼 盯着他的时候 竟然闪烁出 人一样的 阴毒感情 我掩护你 还不快跑 唐明阳沉声怒吓 林精从惊恐中 清醒过来 运转身法 朝着原路飞退而去 呜呜 也在这一刻 人面蛇一声嘶叫 三条攻击 唐明阳 两天朝着林精追去 这速度 竟如同闪电般快 唐明阳使尽全力 没敢有任何保留 天极绝品的 生死轮转 剑诀使出 一剑掌声 一剑掌死 叮叮叮 锋利的剑刃 准确无误地 斩中舌头 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与此同时 法剑上还传来 一股千斤俱力 好在他有龙之 气劲加持 否则就这几下 他这两条手臂 就要阵断 唐明阳斩飞攻击 他的三条人面蛇 身形一闪 又顺势斩下 另外两条 追击向林精的人面蛇 他定睛一看 这五条 被他斩飞的人面蛇 在削铁如泥的 法剑封刃下 竟然丝毫没事 防御力太强了 呜呜 人面蛇显然暴怒了 狂叫之间 魔窟洞穴深处 无数声鬼哭 时起彼伏的呼应 越来越近 唐明阳听得头皮发麻 天啊 这鬼地方 到底有多少人面蛇 他再度斩飞 这几条攻击 他的人面蛇 不再纠缠 飞身而退 啊 这时候 前方的林精 忽而一声尖叫 唐明阳飞身靠近 原来两条人面蛇 已经拦住了去路 这些家伙 不仅有智慧 智慧还不低 跟紧了 唐明阳也学聪明了 用巧劲挑飞这两条人面蛇后 收起一柄剑 抱起速度不如他的林精 飞速朝原路狂奔 而身后 呜呜的鬼嚎声 越来越强 仿佛无数镇压千万年的地狱恶鬼 其声嘶吼 要生吞活人 然而奇怪的是 这些人面蛇并不喜欢黑暗 等唐明阳冲进魔窟的黑暗面时 这些人面蛇就停止追击 不过唐明阳也不敢停留 只好掀出了魔窟 你 你要去哪里 当然是离开这里 惊魂未定的林精 正托唐明阳抱住的大手 转身就欲往岩壁上爬 将你的九滴天地凌辱借给我 你休想 我会还你双倍的 哼 信你的话才是傻瓜 你别死在里面就好了 我劝你 还是早点离开 或者让你师门长辈来 那你带我去医治你姐姐 可是说好了 只要你姐姐的病治好 就将九滴凌辱给我作为报酬 唐明阳换个说法 妖蛇的实力 他大概领教了 每一击的攻击 大概相当于 玄元一重距魂境初期的 午休权力一击 但是妖蛇除了阴波攻击和毒素 并不会其他手段 而偏偏这两种手段 对他并不有效 如果得到林精的九滴凌辱 唐明阳即可将肉身脱胎换骨程度 提升至先天一重灵辅境 甚至更高 那样他抵挡妖蛇的攻击就更从容了 他的法剑上不了妖蛇 妖蛇何尝又伤得到他 况且就算硬来不行 他还可以用毒 只要俘虏一条妖蛇 他就可以根据此蛇身体具备的毒素 研制出毒死他们的毒药 做这些机会的前提 都是要他将实力再提高一个等次才行 所以林精的九颗天地凌辱 他是在必得 如果这小妞不识趣 他不介意来抢的了 你 好 我带你去 不过若是你治不好我姐姐 你若敢来抢 我宁愿死 林精善于察言观色 如何不懂得唐明阳 看向他目光中的寒意 看似平静温和 只怕他胆敢有拒绝 这混蛋立刻暴露凶狠 走吧 唐明阳刚想走 忽然觉察到什么 拉住林精的手臂 飞身后退 退到魔窟入口边上 怎么了 林精见唐明阳这副如林大敌的模样 暗自心惊和警惕 跟了唐明阳这么久 他也知道唐明阳的厉害 没有特殊情况 绝不会这副样子 兄台 出来吧 唐明阳沉声说道 疑 师兄 他们竟然发现了我们 有趣 声音落下时 两道身影从黑暗的荆棘岩壁 飞落下来 玄园静强者 林精感受到两人 故意释放出的气场 骇然惊叫道 两个人见唐明阳和林精的修为 并不放在心上 声音带着主宰生死的淡然 理所当然地说道 首先 刚刚我好像听到你们谈论 天地凌辱 而你们身上也都带有天地凌辱的气息 其次 告诉我们 你们两人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最后 你们两个人只能活一个 谁先回答我们的问题 谁就能活命 林精苍白着小脸 他没想到这两个玄园之境的强者 开场就如此直接霸道 并且用二选一的活命机会 离间他和唐明阳健的关系 他只能看向唐明阳 却捕捉到唐明阳瞳孔里 一闪而过的杀鸡 这混蛋 该不会想算计这两个玄园竞强者吧 林精非但不笨 还非常冰雪聪明 他想到魔窟里 有无声无息 腐蚀玄园真气的毒素 以这混蛋的凶性和本事 还真做得出这等事情来 你们既然闻到我们身上还未散尽的灵乳味道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可以告诉你哪里有灵乳 但你们必须发誓放我们两人离开 唐明阳拉紧林精的手臂 假装害怕又逞能地将林精护在身前 慢慢退后 已经退到魔窟里 而他手中的照明石 刚好将魔窟洞壁上的九根婴儿手臂粗的乳石照亮 灵乳石 看来你们将上面的灵乳收集了 偏瘦的男子叫做杜精 剑王谷长老他瞥见魔窟洞壁上的灵乳石 目光一亮 紧接着看向唐明阳和林精的目光 闪烁着杀鸡 灵乳应该藏在你们身上了 若是如此 你们也没有活命的价值了 另一个男子叫做戴绿 也是剑王谷的长老 对于他们这种存在来说 在这种偏僻的地方 杀人夺宝最为正常不过了 别 别杀我们 在山洞里面还有大池凌辱 只是有几条妖蛇守护 我和我师姐打不过 我们愿意带你去 只求你们放过我们 唐明阳继续装作惊恐的样子 往后完全推进魔窟里 此话当真 杜精和戴绿听到一大池的描述 脸上都掩饰不住激动 天地凌辱 非但是炼丹的极品之物 单独服用 更是能恢复悬缘真气 同时也是增进修为的大补之物 嘿嘿 我们说过 你和你师姐只能活一个人 既然你告诉我们这么多信息 那么你有资格活下来 杀死你的师姐吧 戴绿忽然露出残忍的笑容 他最喜欢看亲人朋友 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时 为了活命 暴露自私自利的本性 互相残杀了 你们 林京听了又惊又怒 这两个人不仅阴狠 而且变态 同时他也提心吊胆起来 唐明阳这混蛋 该不会真的杀了他吧 师姐 要死我们一起死 唐明阳一脸的决然 忽然抱起林京 朝着魔窟里面飞速冲进去 不上当 这小子还不算真傻 知道我们不会放过他 既然凌辱在里面 我们花些时间找就是了 走吧 先擒住这两个人 逼问出他们背后视力的信息 问问还有谁知道这里的存在 任何知道这里的人 我们都要灭起满门 才能守住秘密 杜京和戴绿两人 谈起灭人满门 也是轻描淡写 仿佛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殊不知 他们每踏进一步 离唐明阳的陷阱就更近一步 鹿死谁手还未得知 第五十六章入梦 我们怎么办 黑暗 伸手不见五指 林京被唐明阳抱着 只觉得两耳之风呼啸而过 他甚至非常好奇 唐明阳是怎么在看不见光的黑暗里 准确认怒的 能怎么办 只能硬拼了 在外面厮杀 我必死无疑 在洞穴里伸手不见五指 再加上魔窟的毒素 腐蚀他们的玄园真气 我还有一丝机会 现在就看毒素腐蚀的作用 到底有多快了 两个人 一个玄园一重聚魂境初期 一个玄园一重聚魂境中期 唐明阳对付一个勉强可疑 对付两个必死无疑 前方就是人面蛇聚集的山腹了 唐明阳放慢了速度 回手看去 身后的杜晶和戴绿两人 如同猫戏老鼠般 手持照明时 不急不慢 循着他们的气息追赶而来 并不担心他们两人 能逃得出手掌心 你站在山洞尽头的黑暗边缘 人面妖蛇不写黑暗 或许不会攻击你 我则在这里和他们决一死战 接下来 我们各安天命了 唐明阳将临京放下来 言语看似轻松 实则他已经默默运转龙穴战绝 将状态提升至巅峰 和先前面对的人面蛇妖不同 这两位乃是懂得运用武技 有丰富搏杀经验的 悬员之镜强者 这或许是他转世投胎 觉醒记忆以来 最艰难的一战吧 黑暗里 唐明阳将身体气息全都收敛 渐渐地和周围 煽动冰冷的黑暗环境 融合一体 林京不懂得气息收敛 他让林京隐藏在前方 主要是为了吸引两人的注意力 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就算悬员一重聚魂镜的午休 还是需要用到眼睛才能失误 唯有悬员二重出窍镜的午休 才会诞生神石 用心眼覆盖身体周围的一切 出其不意 偷袭出手 重创一人 我才有希望 唐明阳看着前方拿着赵明石越走越近的杜精和戴绿两人 闪身到洞壁的一个藏身缝隙里 喂喂 杨明唐 你快来这看看 忽然间 山腹那边 传来林京低声的呼喊 干什么 唐明阳很不爽的回答 这小妞这样喊 会破坏她的偷袭计划的 你看 山腹那处顶上 是不是有个洞穴 那里黑暗无光 我们若是能躲进里面 就算不可以引得那两人和人面蛇腰战斗 也可以拖延时间 等他们体内的毒素发作 林京见杨明 唐鬼一样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边 还吓了一跳 拍拍鼓鼓的胸脯后 朝着明亮山腹的一处 指给唐明阳看 还真有个两米左右的山洞 黑幽幽的 就不知道是活的还是死的 那个洞穴和他们间 有五十多米的直线距离 中间还横着七八条 还未发现他们的人面蛇腰 很显然 这些人面蛇腰的视线很差 这或许是他们厌恶黑暗的一个因素吧 唐明阳捡起地面的一块石头 朝着洞穴飞射而去 他凝神摒弃 细细听了石块的撞击和回响 眼睛一亮 至少可以肯定 那个洞穴很深 若是聚显而守 唐明阳有把握将两人都挡下来 这些人面蛇腰 好像对声音非常敏感 林京说道 就在唐明阳制出石块弄出声响时 已经有一条人面蛇腰 飞速窜到顶上的洞口查看 但见其黑暗 并没有钻进去 唐明阳也发现这点 他捡起地面的石块 朝着山腹远端秩序 砰砰砰的回响里 果然成功吸引大部分人面蛇腰的注意力 走 唐明阳趁着这个机会 一手抱住林京的杨柳细腰 一手持剑 飞速朝着山腹冲去 呜呜 人面蛇腰发现了唐明阳 疯狂地扑来 速度如离弦之剑般 足有十多条 唐明阳身如鬼魅 速度也并不慢 飞身跃起 在一处倒锤的辱石处借力 显之又显的 没入山腹顶上的山洞里 他回身一看 足有二三十条人面蛇腰封堵住洞穴路口 凝恶丑陋的人脸上吐着星红蛇信子 沙哑思利地低吼着 可就是看不见在已经没入黑暗里的唐明阳和林京 这夜看得唐明阳一阵头皮发麻 这个洞穴是斜向上的 不知尽头在何方 现在怎么办 林京问道 他想要沿着洞穴网上探索 可一个人又不敢 天知道这魔窟里除了人面蛇腰 还有没有其他凶险 当然是看戏了 唐明阳眸子里雄光闪烁 他已经听得见杜晶和戴绿两人 慢慢靠近的脚步声了 你们逃不掉的 出来吧 咦 好多的辱石 杜晶走进山腹 看着眼前五彩斑斓的绚烂水晶世界 也是震撼了 小心了 戴绿提醒着 从储物戒指里按出一柄通体玄优的宝剑 这柄剑上透出动人心魄的煞气 他见一条人面蛇腰如剑般朝他飞射而来 面容冷峻 不躲不闪 手中的宝剑横切一展 这条人面蛇腰如同豆腐般被他的宝剑切成两段 咦 好锋利的剑 什么品级的 躲在山腹里的唐明阳见到这一幕 微微震惊 法宝和功法五技一样 也分天地玄黄四级 绝上中下四品 生死搏斗间 修为境界 功法五技 战斗意识 搏杀经验 这是内在因素 而天时地利 法宝武器 这是外在因素 一件好的法宝 往往能弥补内在因素的差距 使得舞者能够倚弱胜强 甚至是越级挑战 唐明阳见戴绿能有如此锋利的宝剑 心里非常的庆幸 若是刚刚他冒险和这两人交手 只怕要凶多吉少了 这里天地灵气非常浓郁 我已经闻到灵乳的气味了 那两个人没有说话 这里定然还有大量的灵乳 你为我护法 我且清理掉这些妖蛇 师兄 这里的妖蛇每一条的攻击 都相当于 玄元一中五休的出手一击 速度如箭 这两进入这里 必死无疑 可他们的尸体呢 此山洞到此 你我都细细搜过 并无分之 若不是被妖蛇杀死拖走 就是有什么法子躲藏起来 无论什么 我们清理掉这些妖蛇 再一寸寸的找 好 先天一重聚魂境中期的戴律主公 杜精在旁边帮忙掠阵 不过杜精手中的宝剑 只是寻常的皇级中品法宝 并没有像戴律手中的玄优法剑那样 斩蛇如同斩豆腐般 怎么办 这些妖蛇 好像奈何不得他们两人啊 不如我们往这个洞穴探索 或许还有出路 临京见到戴律手中的玄优法剑 剑影闪烁 几乎每次出剑 都有三四条人面蛇腰 如同豆腐般被切碎 不由地担心起来 他们死定了 杀得越多 死得越快 唐明阳见人面蛇腰 奈何不得戴律两人 嘴角反而泛起一抹冷笑 目光却盯着地面上 人面蛇腰尸体流出的 荧光色的血液 这血液有剧毒 况且听着魔窟 深处嘶吼的鬼哭之声 还不知道有多少头人面蛇腰呢 杀吧 等你们的玄源真气浩光 就是你们的死期 唐明阳就如同隐藏在黑暗里的毒蛇 耐心地等待着猎物 慢慢挣扎至死 同时对于戴律手中 那柄切人面蛇腰 如同豆腐的法剑 他也是在必得 只要他能得到 那么去取凌辱的把握 至少增加三成 师兄 这些蛇腰杀不光 我们不如回谷 带其高手来 杜精尖源源不断涌出来的人面蛇腰 有些头皮发麻 好 戴律也有了退意 若非是仗着他手中的 玄机下品法剑锋利 否则他们也奈何不得这些蛇腰 剑左边有三条人面蛇腰 如剑般攻击而来 戴律本能的挥剑斩杀 叮 忽然之间 剑锋之上 传来一股清亮的金属碰撞之声 不好 戴律偏眼一看 寻常的人面蛇腰都是五彩斑斓的 而这条他旋即下品法剑 展出金属之声的人面蛇腰 看上去小一圈 但颜色确实红黄相见 有进化更高级的人面蛇腰 唐明阳也见到这条红黄相见的人面蛇腰 戴律的宝剑破不去他的蛇鳞 也就在戴律的宝剑微微停顿间 四周的人面蛇腰趁着这个空隙 飞快地猛扑而来 戴律将红黄相见的人面蛇腰甩掉 手中宝剑猛然挥舞而出 剑气纵横间 十多条扑来的人面蛇腰全都斩杀 退 戴律低吼一声 边打边退 啊 这时候 身后的镀晶传来一声惨呼 他的护体刚照突然被一条人面蛇腰所咬破 怎么了 师兄 魔窟有毒素 我的玄圆真气不知不觉竟然消耗光了 我的也是 戴律脸色大害 他几次见起纵横斩杀 对玄圆真气消耗非常大 此刻稍微运转 竟然发现丹田的玄圆真气空荡荡了 这时候 越来越多的人面蛇腰从魔窟深处涌出来 其中竟然有七八条黄红相间的人面蛇腰 这些人面蛇腰的智慧不低 竟然有几十条挡在了出口处 戴律和镀晶被包围了 师兄 怎么办 镀晶脸色惨白 显然大腿被咬一口 毒素已经快速蔓延他身体了 师弟 师兄会为你报仇的 啊 杜晶还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 戴律眼中凶光一闪 一掌击出 拍向杜晶毫无防备的背后 杜晶吐血 身体朝着洞穴出口的蛇堆里飞去 你 好狠啊 杜晶死都没想到 这危险关头 戴律会对他出手 那他当诱饵来吸引绝大部分 人面蛇腰的攻击 戴律眸子里闪烁着残忍之意 他趁此机会飞身而出 身子没入黑暗里 成功脱逃 你逃不掉了 趁他病 要他命 唐明阳趁着山腹的人面蛇腰不注意 从顶上的洞口飞落下来 用巧劲挑飞几条扑向他的人面蛇腰 追着戴律的身后而去 喂 你走了我怎么办 原地里 错不及防的林晶急声喊道 在这等我 唐明阳只来得及回一句 混蛋 林晶气得只能在原地跺脚 这混蛋 竟然仍敢塌在这么危险和恐怖的地方 第57章斩杀 服用轮回丹 兵杰转世 觉醒记忆 这使得唐明阳的灵觉异常的敏锐 黑暗 身手不见五指 唐明阳也无法失误 但他敏锐的灵觉 能感知得到四周环境的细微变化 林晶一直很好奇 唐明阳是怎么在没有光的魔窟里 身法快如闪电 如履平地的 其实 唐明阳是通过灵敏的感知 感受周围环境物体的温度变化 和所蕴含的阴阳五行元素的不同 从而进行判断的 空气的温度高一些 魔窟洞壁的温道低一些 生命物体除了散发气味外 气味带回带着生命气息 它就是循着带履逃窜时 身体残留下的气息追击而去 这些气息很淡 几近于无 甚至无色无味 但只有有一丝 就逃不过唐明阳灵觉的捕捉 这回轮到它做猎人 如同猫戏老鼠般 不急不缓 慢慢靠近 时间拖得越久 带绿身上的毒素发作得越深 这种由人面蛇妖血液散发的毒素 除了腐蚀玄圆镜强者的玄圆真气外 对于神魂也有伤害 呼呼 逃跑中的戴绿喘着粗气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他用尸地杜精的死 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 内心非但没有任何负罪感 反而认为理所当然 甚至他看到杜精灵死前 难以置信的怨毒模样 甚至还生出中痛快的病态心理 他就喜欢信任的亲友之间 当为了活命 自相残杀 完全暴露人之低劣本性 看其中一方痛苦惨死 包括他自己 到底什么鬼东西 跟着我 带绿一口气逃出了魔窟 他警惕地将手中的照明石 往身后照去 身后十多米的魔窟洞穴都被照亮 可就是见不到有人面蛇腰追击 可他的心更是隐隐不安 没错 真有东西跟踪我 带绿相信他的预感从没有错 因为几十年来 这种对危险的预感 已经救了他很多次命 他将照明石留在魔窟内 人却躲在魔窟出口边上 一手持着玄油法剑 一手从储物戒指里拿出解毒丹 回原丹 一股脑地吞服下去 解毒丹并没有生效 回原丹刚刚补充一点玄圆真气 很快就被体内的毒素腐蚀掉 而这种毒素扩散全身 竟然慢慢腐蚀他的魂魄 不好 要赶快回剑王谷 找我爹求救才行 带绿也顾不得埋伏身后追击的东西了 准备想要爬出地底裂缝深渊 然而就在这时候 魔窟洞穴里 传来破空声响 光线一暗 他留在里面的照明石 已经被回去 来了 带绿神情严肃紧张 可即便没有玄圆真气 他的肉身也非常强大 双臂之力足有千斤 便是面对半步玄圆的舞者 他也能够轻易斩杀 再凭借着手中玄有法剑的锋利 就算追出来的是人面蛇妖 他也能够斩杀 站在魔窟洞口十米处的唐明阳 双手持剑 静静地站着 敌不动 他不动 时间拖得越久 对他越有利 他如今还不确定 这带绿到底还剩几分实力 可能拖垮对方一丝是一丝 他就像是耐心的猎人 等待着落入陷阱的猎物 慢慢挣扎至死 忽然间 洞口处光芒一闪 将他照亮 原来是带绿无法再拖时间 又将一颗照明石拿出来扔了进来 原来是你 你是故意引我们去山腹 受那些蛇妖攻击的吧 你好大胆子啊 你害死我师弟 不乖乖像老鼠一样躲藏着 还敢追出来 我不会杀你的 我会将你捉起来 百般折磨 我还要将你背后的势力 亲朋好友 一个个在你面前 折磨得生不如死 都是你害的 我要让他们临死都怨毒地诅咒你 这就是招惹我 招惹剑王谷的下场 带绿发现追击他的东西 原来是唐明杨后 心里输了口气 这唐明杨的气息 明显不是悬缘镜强者 就算此人隐藏了修为 那又如何 他如今只凭肉身力量 再加上手中悬有法剑的锋利 足以斩杀任何悬缘镜之下的武者 这就是差距 剑王谷 你你 你是剑王谷的人 我很害怕啊 前辈 你能不能饶了我 唐明杨假装害怕地说道 剑王谷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饶了你 好啊 放下武器 跪下来 磕头 带绿愣了愣 心里很快就是然 天舞大怒 谁人不知剑王谷威名 这个小子害怕 也是情理之中 不跪 行不行 唐明杨心里冷笑 他实则是拖延时间 能拖延一点是一点 不跪 那就自问在我面前 你死了 我保证 不追究你背后势力 亲朋好友的责任 否则 你应该知道 得罪剑王谷的下场 什么下场 当然 小子 你在拖延时间 带绿还想说出些 威胁的话语 忽而醒悟过来 你还不算傻 你找死 带绿大怒 飞身追击进入魔窟里 手中的悬油法剑 即便没有悬圆真气的注入 也能挥出道道寒光 没有悬圆真气的加持 你的身法施展 只凭借肉身力量爆发 慢了五成 你的招式威力 弱了七成 你手中的法剑 也没有先前的胸威 唐明阳目光冷静 从容后退 身体没入黑暗里 他还是保守起见 并不急着硬碰 那又如何 受死吧 带绿在用储物戒指里 拿出一块照明石 握在左手里 追击上前 将唐明阳 藏在黑暗里的身体 全都照亮 敢算计他 不仅让他亲手 杀死师弟杜精 还让他身中其毒 他胸膛怒火 滔天燃烧 不将这小子碎尸万段 不不 碎尸万段 还是便宜他了 他会让这小子 尝尽人间 最痛苦的酷刑 唐明阳一退再退 再退 只怕就要退到 山腹内的人面 蛇腰群里了 他手中的法剑 往旁边的 岩壁熬出的 大块削去 巧筋一条 几块巨石破空而出 呼呼作响 飞机向追击而来的戴律 与此同时 他人剑合一 贴着巨石 迎上追击而来的戴律 去死吧 戴律早就发现了 唐明阳的身影 藏在巨石之后 他手中的悬油法剑 如同豆腐般 将巨石切开 顺势一抖 含光剑影间 笼罩向唐明阳 钉 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唐明阳听到手中的 玄滑法剑 剑刃传来的悲鸣 只是一击 他就感受得到 剑上的灵性 在削减 好锋利的剑啊 没有悬原真气的加持 单靠剑锋的锋利 竟然能伤害 黄极夏品的玄滑法剑 这柄剑是我的了 面对玄滑法剑 在碰撞中一点点的损坏 唐明阳非但不心疼 反而更加的兴奋 因为 他已经将戴律的玄油法剑 看作是他的囊中之物 叮叮叮 唐明阳双剑齐齐斩出 几招之后 他大概摸清楚了 戴律的实力 肉身臂力 大概两千余斤左右 至于玄源真气 此人当真被毒素腐蚀的 半点全无 否则也不会落入下风 仍然不用出来 死吧 唐明阳目中 寒光大盛 龙穴战绝运转 全身360个单穴 龙之气径狂暴而出 汇聚至双臂 双剑狂斩而出 什么 单是对敌几招 戴律隐约觉得 他被唐明阳双剑轮番 如同潮水般精妙的剑招 所压制 心里非常震惊 然而此刻 他手中的玄油法剑抵挡肩 只觉得剑刃上传来股万斤距力 震得他几乎握肩不稳 此子肉身到底何等距离 他亥然了 逃 这是戴律的念头 他已经觉察到了危险 然而就在这时候 他的眼角捕捉到一抹死亡的剑光 等他反应过来时 已经斩杀而至 眼看戴律的人头就要落地 就在这时候 戴律身上的一块玉佩 忽然发出一阵玄圆法光 形成一个玄圆钢罩 笼罩在戴律的身前 哼 唐明阳的法剑斩杀至这个防御罩上 就像是木棍击中皮革 发出沉闷的声响 与此同时防御罩上将他攻击的七成力量反震回来 法宝护体 唐明阳有些诧异 就在这时候玉佩之上传来一个苍老威严的声音 老夫剑王谷 谷主待战 道友还请看在老夫脖面 绕过小儿 唐明阳听到玉佩之上的神魂之音 吓了一跳 紧接着明白是怎么回事 冷笑连连 原来不过是一丝神念 藏在玉佩法宝里 赶在老子面前装神弄鬼 这个法宝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玄圆镜修饰 将一丝神魂用秘法分离出来 融入法宝里 并预先设置好话语 如果法宝被动激发 那么里面的神魂也会被激发出来 本能地说出预先设置好的话语 很有吓唬人的作用 至于那一丝神魂并没有多少的意识和战斗力 但能够做得到这点的 至少都是玄圆二重出窍镜的午休 也就是说 这剑王谷的谷主 至少是玄圆二重出窍镜修为 那又如何 斩草不除根 后患无穷 唐明阳可不相信 他今日放过这戴绿 剑王谷的人会放过他 他没有停顿 手中长剑 再度斩下 轰 照在戴绿身上的玄圆刚照 剧烈颤抖着 光泽暗淡几分 道友还请给老夫一个薄面 给剑王谷一个薄面 玉佩的声音转而变得急促 又带着几丝灵力 唐明阳冷笑 制作这个玉佩的主人 也真是花了心思 如果玉佩遭到 遭受到第二重攻击 那么玉佩力的神魂 就会激发出进一步的话 然而 这早已经被他看穿 也并没有什么用 死吧 唐明阳冷酷无情 继续攻击 第58章玄优法剑 面对唐明阳的连番攻击 玉佩所激发的玄圆刚照 越来越弱 可还是顽强地 将唐明阳的攻击挡下来 这块玉佩连连抵挡 唐明阳十多下攻击 仍然坚挺 至少是黄极上品防御法宝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 法宝在生死搏杀间 所起着的巨大作用了 生死搏杀 一丝失误 即可毙命 可若是有一件 像这块玉佩的防御法宝 先天就立于不败之地 甚至可以故意露出破绽 给对方设计攻击陷阱 修为境界 攻伐武器 战斗意识 搏杀经验 这些是武者的内在实力 而天时地利 法宝武器 这是武者的外在实力 内在实力 唐明阳在攻伐武器 战斗意识和搏杀经验 占据上风 带律在修为境界 占据优势 外在实力 唐明阳利用魔窟的毒素 和人面蛇妖 给戴律设置陷阱 他在天时地利 占据优势 戴律则在法宝武器上 占据优势 好在林京发现了 山腹上 还有个洞穴可以躲藏 否则我当时若在洞穴里 埋伏偷袭 此人有如此防御法宝 我当真死无葬身之地 但世界并没有假设和如果 如今唐明阳占据优势 主宰生死 戴律躲在玉佩 所激发的玄源刚照力 毫无还手之力 被斩杀只是迟早的事情 而真敢击杀我剑王谷之人 还不快助手 否则剑王谷之威 不仅要将你碾碎成粉 你背后的势力 亲朋好友 也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玉佩上 神魂所激发的声音 在唐明阳的连番攻击下 不停重复着 这番恶毒的威胁之语 然而唐明阳 直接当作耳旁风 戴律剑唐明阳 丝毫不将剑王谷的威胁 放在眼里 执意要杀他 他慌了 啊 你你 你杀了我 我爹不会放过你的 跪下来 磕头 唐明阳见戴律开始求饶 止住了公事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你要什么 法宝丹药 功法五计 只要我有的 我都能给你 甚至你看上哪个女人 我都能帮你抢来 戴律剑唐明阳 有何谈意思 心里一喜 且稳住此子 保住性命 哼 等他解了身上的毒素 无需剑王谷的强者出动 他就可以将此子碎尸万段 我让你跪下来 听到没有 唐明阳 含声重复一遍 你 我跪 助手 快快助手 我跪 戴律剑唐明阳眼中凶光 又大胜 大害 他的防御玉佩 已经出现裂缝 里面的玄圆真气 也消耗的七七八八 支持不了多久了 人为刀组 他是鱼肉 像一个玄圆之境 都不是的小子磕头 他只觉得自己高贵的尊严 在像一只爬虫跪地求饶一样 屈辱到了极点 可他还是跪了下来 很卑微地匍匐在地上 砰砰砰地不停磕头 他此生都已将人逼到绝境 折磨那些为了活命 懦弱卑微 甚至暴露他们低劣人性 使其在绝望里承受极度屈辱为乐 现在 他终于体会到 被人逼到绝境 为了活命 如同狗一样 懦弱卑微 匍匐在地 磕头求饶的极度屈辱了 只等度过这次危机 我戴绿发誓 不将此子祖宗十八代 任何有关联的人杀光 我就是条狗 每磕头一下 戴绿内心的怨毒 就预计一分 唐明阳静静地看着 如同狗一样 向他磕头的戴绿 他如何看不出 此人内心的怨毒 看老子怎么玩死你 将你身上的玉佩法宝 拿下来 扔到我面前 我看上他了 这 戴绿犹豫 拿下防御玉佩 他还有活命 不拿 那就死吧 唐明阳凶光大圣 再度坐视御杀 不不 我拿 我拿 不过你要发誓 我拿下玉佩后 你不能杀我 你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 你 戴绿大恨 人为刀组 他是鱼肉 他如今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他只能去赌 否则唐明阳攻击下去 他的玉佩片刻就会碎 到时候也是死 拿去 戴绿摘下玉佩 扔去给唐明阳 蠢货 还当真以为他会饶了他 唐明阳冷笑一声 手中的法剑当即斩落 然后抬起脚 将戴绿死不明目的人头 一脚踩成肉泥 他捡起地面上的玉佩 上面的神魂 激发一次后 就消散了 整块玄青色的玉佩 上面刻画着蝌蚪般的符纹 此刻已经变得非常的暗淡 并且玉佩中心 也开始出现蜘蛛丝般的裂痕 看来还能抵挡 玄元一重距魂镜五修的几下攻击 这也是唐明阳要吠番口舌 逼戴绿交出玉佩的原因 没想到戴绿还真傻傻的将玉佩摘下了 他将玉佩贴身放在那衣口袋里 玉佩和他身体气息融合 只要他一面一动 将真气注入其中 即可激发他的防御刚照 他又从地面上捡起戴绿的玄油法剑 用手轻轻地在剑刃上扶了扶 感受剑刃上仿佛尸山血海般 冲天的煞气 好强大的煞气啊 从灵性来看 这是一柄玄疾下品法剑 所用的材质是极品的云火更金之石锻造 故而才能如此锋利 云火更金之石 乃是极品的锻造法剑材料 就算放到乾坤大世界 也是极其珍贵 不过 云火更金锻造的飞剑 剑之属性 纯阳刚烈 只有杀气 不沾染杀气才对啊 并且云火更金锻造的飞剑 颜色悬优偏暗 这柄剑的颜色 确实悬优偏暗红 特征有些不符合 难道我看走眼了 唐明阳对于炼戟之道 不甚精通 但一些基本常识 还是具备的 他本以为这柄剑 是极品矿石 云火更金锁锻造 现在越看越觉得不太像 咦 这是 戴绿林死前 这柄剑沾染了他的血 此刻 唐明阳骇然发现 这柄剑的剑刃 在吸收剑刃上的鲜血 很细 很隐秘 就如同水蒸气 在空气里挥发一样 若非唐明阳的灵觉 太过敏锐 他还真发现不了 我明白了 这柄剑加入了血魂石 他 在孕育 剑灵 唐明阳神情激动起来 甚至比发现凌辱石 还要激动 血魂石 那可是传说中的炼气材料 一块支架大小的血魂石 就有在乾坤大师界的通天拍卖会 压轴拍卖的资格 因为任何法宝在锻造时 加入一丝血魂石 就有一定几率 诞生气灵的机会 气灵 指的是一件法器 诞生的灵魂 天地万物 若得机缘 鸟兽鱼虫 甚至是草木玩石 皆可以开启灵智 诞生灵魂 故而 修饰炼制的法宝 当然也在此炼 而血魂石 就是能使法宝诞生灵魂的那一丝机缘 法宝 根据其灵性和威力 可以划分天地玄黄四级 绝上中下四品 然而法宝 还有另一种划分之法 那就是根据有无气灵 划分为法器和灵器 玄元六境 巨魂 出窍 神游 玉物 显魂 阴体 修为到了玄元四重玉物镜时 神魂离体 具备以虚形之魂体 玉石石形之物体的神通 即所谓的玉物神通 从本质上来将 所谓的玉物神通 不过是利用魂体之力 玉石有灵性的物体 对待玄元之镜下的武者 可以遇见千里 取人首级 非常震撼 而对待玄元之镜的强者 哪怕只是玄元一重巨魂镜 这个玉物神通 就显得有些鸡肋 因为神魂 即便是附在法宝上 玉宝杀敌 法宝相碰撞 都会产生强大的 玄元真气能量震荡 一个不好 就会震伤附在法宝内的神魂 轻者神魂受损 重则魂飞魄散都有可能 故而玄元四重玉物镜的 五修对敌玄元之镜强者时 很少用玉物神通 但有一种情况除外 那就是其拥有灵宝 拥有灵宝者 修饰的神魂 可以和灵宝的气灵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这就相当于 给神魂穿上一层 神魂防御盔甲 并且还能和灵宝 人宝合一 不具法宝碰撞时的 玄元真气能量震荡 哈哈 这炳剑果真加入了血魂石 并且成功激活血魂石 抓住渺茫的一丝机缘 开始诞生剑灵 唐明阳能不激动吗 想到等他修为 重修到玄元四重玉物镜石 即可神魂离体和剑灵融合 预剑千里 取人首级 而且不具任何玄元修饰 驱使的法宝对碰 你肉身藏在千里之外 飞剑招式 只攻不守 而对方则有肉身拖累 对敌招式还要防备 肉身被毁坏 无形之中 就落入下风 可以说 拥有一剑攻击型领宝 玄元四重玉物镜五修 即可越级斩杀 没有攻击领宝的 玄元五重险魂镜五修 甚至能和 没有领宝的 玄元六重阴体镜五修对战 相比于普通法宝而言 同阶的防御法宝 比攻击法宝珍贵稀有 但对于领宝而言 攻击领宝 则比防御领宝珍贵稀有 这柄零件 单是用云火耕金锻造 已经极其难得 加入血魂石 已经使得其价值 不下于寻常的地级法宝 它诞生气灵 其价值 甚至超越一件天级法宝 攻击领宝 即便在乾坤大世界 也很是稀有 即便是黄极夏品的领宝出世 都能引发一番腥风血雨的争夺 因为领宝还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气灵可以修炼 随着气灵的增强 法宝的品级也跟着提升 也就是说 一件领宝 理论上可以使得法宝的品级 进化成为天级绝品 甚至超越天级绝品 我的生死轮转绝 就是偏向于神魂淬炼的 天级绝品功法 神魂之强大 几乎同皆无人能敌 我近战有龙血战绝 这门纯粹的肉身薄杀 天级绝品功法 远战则有生死轮转绝 修出的强大神魂 和灵宝飞剑结合 在临乾坤大世界时 除了那些超越玄园六境的老不死 谁人能挡我 哈哈 唐明阳放声狂笑 仿佛自己离天下无敌 已经不远 第59章绝路 转世投胎在天舞大陆 这个舞道和丹道都没落的地方 并且天地灵气还如此稀薄 刚开始 唐明阳是觉得自己很倒霉的 但他先是从金红药堂那里得到天级绝品 偏向于肉身淬炼的功法 不仅能够双主修 还能附带力之神通 并且从金家那里 他还得到一张传说中的龙皮 龙皮 这是连超越玄园六境的老不死们 都要跳出棺材争夺的传说中神物 他虽然不知道怎么利用 但以后肯定会弄懂的 这是他的第一次幸运 第二次幸运 就是得到这柄即将诞生见灵的玄幽灵剑 可以说 这柄玄幽灵剑的价值 仅次于唐明阳身上的龙皮 甚至他前世作为生死单尊 身上最珍贵的天级法宝 也没有这柄玄幽灵剑来的珍贵 看来天舞大陆 几万年前定然是武道和丹道都极其辉煌鼎盛的地方 否则也不会出现龙血战爵 血魂石锻造的法宝这种东西 唐明阳目光闪烁着 紧接着又遍体声寒 天舞大陆之所以没落衰败 全都和断魂渊的存在有关 而断魂渊的形成 背后隐约有着类似于皇权明帝那种级别的大能 天舞大陆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断魂渊定然藏着惊天洞地的大秘密 而那样的秘密 不是我这种蝼蚁能插手的 唐明阳很有自知之明 他非但不会插手 反而将修为提升到玄缘之境后 就立刻离开这里 因为在某些时候 往往知道的秘密太多 死得就越快 这个魔窟里的凌辱 就是我恢复修为的契机 我必须全部得到 唐明阳又在戴绿的尸体搜刮一番 将其储物戒指摘下 意念扫逝 里面除了有十多颗灵石 他还能看上眼外 就是些丹药 法宝 衣服 令牌 玉石等杂物 他将储物戒指收好 重新来到山腹边缘 藏身在黑暗里观察了一会儿 因为死了上百条人面蛇妖 此刻山腹里 密密麻麻都是人面蛇妖 其中红黄相间的就有几十条 让人看着头皮都发麻 这样的密集程度 就算我有玄幽灵剑和玉佩防御法宝 可也别想杀入其中 这些蛇堆都足以将我堆死 看来只能将林晶纳妞先救出来 拿了她的九滴凌辱 我增强实力 隔几天再下来看看这些蛇 有没有退去了 唐明阳看了眼林晶藏身的那个山腹顶上的洞穴 此刻洞口 同样密密麻麻聚集着几十条人面蛇妖 看来这些人面蛇妖智慧不低 已经发现林晶藏在里面 只是厌恶黑暗 不进去而已 只能将其引开 然后强行硬闯了 唐明阳用玄幽灵剑在墙壁上挖出大量的巨型石块 然后朝着山腹的蛇堆里砸去 几千斤的巨石 在龙之气劲的神力下 也只是稍微有些分量而已 破空声响 轰进山腹里 引得无数人面蛇妖嘶哑狂叫 轰轰轰 整个山腹地动山摇 杨明堂 是 是你吗 山腹里 林晶声音带着惊恐和无助 除了我 谁还会关心你的小命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林晶只觉得心里一暖 是啊 这世间 除了他姐姐 谁还会关心他的小命 而眼前这个人 看似混蛋可恶 看似总想着惦记他给姐姐救命的凌辱 可他确确实实救了他性命 并且这混蛋虽然看光他身子 但也并没有对他进一步侵犯 而且 而且这家伙年纪不大 本时却还不小呢 忽然间 脑子里全都是唐明阳的优点 林晶清醒过来时 只觉得自己芳心颤抖的厉害 脸颊像是火烧一样 呸呸呸 林晶 你胡思乱想些什么 这个混蛋 就是流氓 就是想要惦记你身上的凌辱 才这么卖力救你的 林晶内心大声喊道 可他发现 这些话 似乎已经无法理顺 他有些凌乱的心思了 巨石轰击 这个计划是行得通的 人面蛇妖对声音非常敏感 视线非常弱 巨石飞来时 他们听到破空之声 纷纷像是离弦之剑 攻击巨石而去 从出口洞穴到山腹上的洞口 那里的人面蛇妖 已经被唐明阳 用巨石所引开了 唐明阳将剩下的巨石 一口气朝着山腹各处 全都击去 与此同时 他飞身一跃 踏上一颗巨石之上 朝着林晶藏身的洞穴而去 七八条人面蛇妖听到声音 本能的攻击而来 找死 唐明阳手中的悬忧灵剑 斩杀而至 灵剑锋利 将所有妖蛇 一口气斩成两段 呜呜 人面蛇妖斩断半截蛇身 还未死透 立刻私生狂叫起来 似乎在汇报唐明阳的位置 不好 这些人面蛇妖间 有蛇语交流 在这个瞬间 唐明阳像是用了马蜂窝 立刻感受到那些被其他巨石所吸引的人面蛇妖 全都锁定了他 疯狂地朝他飞扑而来 他 还是太低估这些人面蛇妖了 他 本能地只以为这些人面蛇妖 就算有些许智慧 那也是不开花的野兽 谁曾想 这些人面蛇妖 不仅有智慧 还有族群间类似于人类文明的语言 可以准确地传递信息 唐明阳哪里敢停留一丝 眼看山腹洞口就在前端 他飞身一跃 窜入黑暗的洞口里 在他没入洞口瞬间 他先前踏着的那颗巨石 瞬间被上百条飞颇而来的人面蛇妖给撞碎 没等他来得及喘口气 忽而怀里一紧 已经有个娇软的身躯 钻了进来 紧紧地抱着 颤抖不已 显然是被吓坏了 唐明阳嘴角泛起一丝坏笑 伸手朝着怀里胶曲挺翘的屁股 用力地捏了一把 啊 你你 混蛋 你干什么 林晶敏感部位被偷袭 只觉得一股酥麻之感 如同电流般 传遍他全身 他又羞又怒 当然知道被唐明阳侵犯了什么 立刻逃开唐明阳的怀抱 黑暗里眸子闪烁着怒火 一副被踩了尾巴的母老虎姿态 钻进我怀抱里 占我便宜 你又想干什么 唐明阳恶人先告状地反问道 我我 你将我扔在这里 我害怕 见你来 只是想见 借你怀抱用一用 林晶是吓坏了 只是本能下意识所为 因为他潜意识里 已经认为唐明阳是可靠信得过的 我同意让你抱了吗 你 你怎么一点风度都没有 我是女孩子 借你怀抱用一下 又怎么了 林晶气炸了 以他的姿色 他若需要个异性怀抱 不知多少男子打破头来争抢呢 这混蛋 非但毫无风度 而且无耻下流 原来是这样啊 来吧 我给你再抱抱会 唐明阳一副无耻模样 张开手臂 想要将林晶柔软的胶躯 再搂入怀里 混蛋 无耻 下流 你休想占我便宜 林晶气得赶紧躲开 是啊 他刚刚怎么会主动 往这无耻下流的混蛋怀里钻呢 不过被唐明阳这么戏弄一下 林晶心里的恐惧和害怕 也慢慢消除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林晶转移话题说道 只能等这些妖蛇平静下来了 唐明阳往山腹瞥了眼 但是洞口 就密密麻麻的爬满上百条人面蛇腰 这魔窟 到底有多少条这种妖蛇啊 这些人面妖蛇 又是从哪里来的 忽然间 唐明阳目光一凝 只见下面密密麻麻的妖蛇 忽而朝着两边 自动让开一条道路来 仿佛是列队公营大人物出场般 只见一条通体火红的人面蛇腰 慢慢的爬到洞口下方 它体型比普通人面蛇腰大了一倍多 足有大腿粗 七八米长 蛇身竖起 将近三米多高 仰着脑袋 那张丑陋的人脸上 红色的蛇眼闪烁 似乎带着人性般的嘲讽 隔着五六米的距离 在于藏在洞口里的唐明阳对视 这条妖蛇的气息 足有玄园二重出窍境的午休 那么强大 他好像看得见我 他蛇眼的光泽 似乎在嘲讽 唐明阳亥然 一股不好的预感 自他心里升起 紧接着 他就听见这头通体火红的人面蛇腰 呜呜的鬼哭几声 像是下命令 紧接着那些原本未举黑暗 扎乱无章的人面蛇腰 像是整齐有序的士兵般 一条条的爬到洞口 张开嘴巴 一抹抹荧光液体 朝着洞里喷来 唐明阳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山腹里的食乳 会自动发光了 因为这些人面蛇腰的毒液 就带着荧光效果 毒液喷溅到洞壁上 慢慢的 整个黑暗的洞口 如同下方山腹般 色彩斑斓起来 光慢慢将黑暗驱逐 点亮了洞穴 啊 他们 他们爬进来了 怎 怎么办 林京尖声叫起来 这个洞穴的尽头 你探索过没 是死是活 唐明阳脸色极度难看 若是他被这群妖蛇 瓮中捉鳖斑 堵死在这个山洞里 这对他生死单尊来说 简直是最憋屈的死法了 没 没有 不过 好像很深 你拿照明石 赶快去探索一番 那你呢 我用剑挖石块泥土 将通道毒死 至于这些人面蛇妖的智慧 会不会懂得 挖开这些石块泥土 寻找我们 那只能听天由命了 唐明阳退到30米后 开始用悬油零件挖掘洞顶的山石泥土 然后推到前端洞口堵住 悬油零件削铁如泥 切割石块泥土 自然也如同豆腐般 很快 他就将前端的洞穴入口 封堵填满了 在封堵填满的瞬间 他敏锐的灵觉 感受到空气里窒息的死寂 他心里咯噔一下 空气不流通 这证明洞穴是死的 这时候 林精也回来了 照明时将他小脸 照得苍白如指 怎么样 唐明阳其实已经猜出结果 死 死的 林精苦声说道 也就在这时候 唐明阳在前方填堵街市的石土 传来轰鸣的震响 不好 这些人面蛇妖 果真懂得挖洞来找我们 唐明阳面如死灰 这次真的完了 第六十章 凌驾于皇权的势力 唐明阳不是轻易放弃的人 他将一柄皇级中品法剑递给林精 说道 我们一起挖后面的石土 将前方封堵起来 或许这些人面蛇妖挖了机米 还挖不到我们踪迹 就放弃了 就算人面蛇妖放弃 我们被困在这里 没有空气 又能存活多久 林精绝望地说着 下面十几米 就是山腹 只要这些人面蛇妖放弃寻找我们 我们可以快速挖一个气孔 连通下面 我的储物戒指里 有足够的食物和水 坚持几个月 不成问题 好 我信你 你到后面挖土 我将这里弄崩塌 唐明阳没想到 有朝一日 他天极绝品的生死轮转剑爵 会用在挖掘石土上来 寒光剑影 刺入洞穴上头的洞壁 紧接着他用万斤臂力 轰向被剑刺松的洞壁 每一拳都地动山摇 大量碎石泥土 纷纷崩塌掉落 唐明阳赶紧将这些土石往前堆去 封堵前面的通道路口 好在这个山洞的洞道也就半径两米左右 封堵完一处 唐明阳又退后十米左右 如法炮制 再封堵第二次 这样空出来的七八米空间 也能迷惑一下人面蛇妖 或许他们挖掘了三四个障碍 还是不见他们 就停止挖掘了 杨明阳 你快来这里看看 就在唐明阳要制作第八处封堵口时 身在其身后的林晶忽然惊声尖叫起来 干什么 唐明阳没好气地问道 以林晶这样娇弱的身板 就算给他切土如豆腐的宝剑 他也不指望他能帮得上什么忙了 你快来看看 我 我在这里挖出一条通道 林晶的声音难以抑制地惊喜 通道 唐明阳一听 浑身一个机灵 赶紧跑过去看 林晶挖掘的地方 头顶洞壁一米之上 还真是空心的 用照明石塞上去 还真是一片不小的空间 我上去看看 唐明阳用玄优零件 三两下就将头顶的空间给扩大 感受着上面仍是寂静一片 飞身一跃上去 照明石将周围环境给照亮 这是和魔窟下面洞穴一样的玄晶玉壁结构 定是上古之人挖掘林矿脉流下的矿道 唐明阳灵敏锐的灵觉感知一下空气的属性 发现空气不再是死尽一片 而是微微地流动着 空气流动就证明是和外面相连接的 快上来 这是一条矿道 唐明阳对着下面的林晶招呼着 等林晶上来后 他用玄优零件弄出石土 将下面的洞口封堵起来 我们往哪边走 往这边 唐明阳选择往空气微微流动的逆方向 这个方向也是斜向上延伸的 除此之外 唐明阳则选择向北方向走 因为北方是往地底裂缝的岩壁方向的 中间遇到好几条岔道 其中有些也有空气流动 唐明阳都根据上面两个原则 斜向上和往北方向走 怎么停下来了 林晶剑走在前面的唐明阳 停下脚步 轻声问道 你看这是什么 唐明阳声音带着几分惊喜 用照明时将一侧的洞壁照亮给林晶看 这是植物的根须 林晶顺着光线照亮的地方看起 也激动起来 没错 这说明我们李弟弟裂缝的边缘很接近了 我们顺着植物根须的方向挖 就能挖到外面去 唐明阳用锋利的玄幽灵剑才挖了两米左右 新鲜的空气带着独障雾气涌了进来 外面果然是长满荆棘藤蔓的岩壁 两人爬出来都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唐明阳嫌林晶的速度太慢 强硬地抱起她的小蛮腰 飞快地朝着崖壁顶端爬去 没过多久就到了双溪林 走吧 你姐姐在哪里 带我去救她 下面有无数凌辱 可惜唐明阳实力不济 打不过那些人面蛇腰 故而对林晶手里的九滴天地凌辱 越发地势在必得 我姐姐在丹王谷 不过说好了 你若是不能治好我姐姐 你不能抢我的凌辱 林晶再度重申说道 经过这次和唐明阳共患难逃生后 她对唐明阳信任了很多 知道了 唐明阳应答下来 哼哼 还有她生死单尊治不好的病 跟我来 林晶走在前面带路 中途说要上一趟厕所 唐明阳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被天楼帮的人追杀 天地凌辱又不带在身上 想来刚刚上厕所是假 去挖埋着的天地凌辱吧 你 你怎么知道 林晶心里大害 紧张起来 你在双溪林附近 都绕圈子很久了 显然是在找东西吗 放心 我说能救你姐姐 就能救她 天地凌辱 我不会抢的 哼 林晶表面装作冷若冰霜的样子 内心却一暖 这混蛋也有正人君子的一面吗 林晶带着唐明阳 往断魂渊深处走 唐明阳却疑惑起来 难道这丹王谷在断魂渊深处 你不知道 林晶倒是很诧异 凌驾于皇权的实力 哪怕是小势力 都应该知道这些常识吧 不知道 林晶心里对于唐明阳的身份 更加疑惑起来 不过赶路也很无聊 就跟唐明阳讲起丹王谷 和凌驾于皇权的势力件事情 首先 对于凌驾皇权的势力定性 凡是某个世家或者某方势力 有一位强者的修为突破 达到悬崖一重聚魂境 那么这方势力 就要脱离世俗 成为凌驾于皇权的势力 受到炼丹师协会的管辖 不得再插手世俗之势 其次 某个世家或者某方势力 曾经是凌驾于皇权的势力 但衰落下来 已经很久没出现过 悬崖之境的强者了 这些势力也能称之为 凌驾于皇权的势力 但这些势力的人 也就渐渐成为 凌驾于皇权势力层次的普通人 就像临京的家族成员一样 他们家族上千年前 可是凌驾于皇权的大势力 可衰落至如今仅剩姐妹两人 只能成为凌驾于皇权势力间的普通人 而像他们一样身份的人 几万年来 出过无数凌驾于皇权的势力 衰落下来的不知道有多少 故而 炼丹师协会沿用上古城池遗址 在断魂渊开辟了36座城池 与世隔绝 作为像临京这样的人定居之所 当然了 像一些凌驾于皇权的大势力大宗门 一般都不会居住在36座城 而是自己寻找古城遗址 开辟属于自己的城池 像丹王城 就是丹王谷开辟的一座城池 里面照样有很多凌驾于皇权的势力定居 不过选择在丹王城定居的小势力 就等于是依附于丹王谷了 一挥二宗三门四谷 你该不会也不知道吧 临京见唐明阳对凌驾于皇权间的事情 简直一点都不懂 已经怀疑此人是不是出自凌驾于皇权的势力了 不知道 唐明阳老实说道 一会指的是炼丹师协会 他是整个天舞大陆最大的势力 任何玄源之境的强者 都要到他那里登记 任何凌驾于皇权的势力 都要接受他的管辖 否则就要被他铲除 唐明阳一听 并没有多少意外 炼丹师协会就算在乾坤大世界 也是如此的霸道 二宗指的是李火宗和玄木宗 三门指的是九阳门 化生门 四象门 四谷指的是丹王谷 百花谷 金刀谷 剑王谷 这九大宗门势力就是炼丹师协会之下 天舞大陆的九大超级势力 每一个势力都独立掌控世俗一个国家的政权 像你们楚国的天华宗 天都宗和天灵宗 只能算九大超级势力之下的一流势力 剑王谷原来还如此有来头啊 怎么 你和他们的人有冲突 若是那样 我劝你立刻在世俗里找个嘎啦 隐姓埋名 做缩头乌龟 死死地躲起来 凌驾于皇权的势力间 除了炼丹师协会开辟的三十六成 还有些规矩可言外 其他地方都是强者为尊 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 剑王谷要杀人 大都不止杀你一个人 还要灭你全家全族 先前在魔窟的那两个人 就是剑王谷的人 这么说来 你和我都算得罪剑王谷的人了 唐明阳御长一番 将戴律此人的身份令牌拿出来 抛给林晶看 什么 你你 林晶一听 吓得浑身都哆嗦起来 令牌捧了好几次才接吻 这一看 还真是剑王谷的身份令牌啊 所以 我们怎么躲才安全 还请林姑娘你指点了 以后我就跟你混了 唐明阳就有意吓唬吓唬这小妞 人 人明明是你杀了 关 关我什么事 你你 你别血口喷人 林晶下的小脸惨白 剑王谷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庞然大悟 不血口喷你也行 你将凌辱交出来 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否则 你休想 你无耻 你混蛋 只算预付而已 反正我也不会食言 不去救你姐姐的 滚开 别碰我 我根本不认识你 呜呜 啊 只是开开玩笑 好了 人是我杀的 不管你是 行了吧 别哭了 唐明阳没想到 这小妞竟然被吓哭了 她也是一阵无语 真 真的吗 林晶抹了抹红肿的泪眼 嗯 我救了你姐姐 你付给我凌辱 我们两不相欠 各不关联 魔窟洞口这么隐秘 其 其实 只要我们都不说出去 也没有人知道 他们死在里面的 林晶听见唐明阳说出各不关联四个字时 不知道怎么了 心里失落落的 这么说 你是承认自己也有份了 唐明阳调笑道 你 你去死 看我不打死你 啊 混蛋 无耻 敢捏我屁股 哈哈 谁叫你跳到我身上来的 哎呦 还咬人了 松不松口 哼 不松 啊 嘿嘿 好软 好大 好舒服 气死我了 色狼 人渣 啊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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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